第三局比赛开始 山东李小霞把球 好 我们来看第三局的比赛 山东李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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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炎发球 路长您看在这次比赛当中有几名年轻的小选手像刘诗文还有包括常晨晨还有一些相对年轻的稍微冒奸的这种选手他们在这次的团体赛当中表现的怎么样 2比3 在各个场次上应该说还是有好的表现他们也是作为团体他们还是有机会上场有的也起了很重的包括你看北京的丁宁他对香港队他们对1比1的情况下他第3号他拿了一封包括今天他们对0比2落后 他能够把这个比赛往上挡啊1比2还有机会啊所以说这些小将的就通过这个大赛啊比你平时关在家呃乒乒乓管理的训练啊你你打的好啊呃取胜啊这个他的自尊心啊自尊心啊不一样啊提高 所以通过比赛呢还是能够对他们有很大的锻炼啊提高的更快对 好球 好球 郭炎在相知以后转为进攻 非常的成功 今天从整个场面上来看还是郭炎还是气势上应该说啊这名选手啊他在场上这个拼劲啊这个还是应该说啊你看他赢了球以后叫一叫 呃有些在大赛里面啊希望有这种机器 没错 4比3 这是山东队的彭路阳彭路阳也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女队的年轻年轻队员的后起之秀对吧 但是像彭路阳好像和常陈阵都是年轻选手可是我觉得他们还缺一种东西 比如说像一种气势场上的这种激情 现在从培养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 呃不光是完全是技术好啊就是要看你说这个 打这个艰苦的这个比赛当中怎么样能够 呃能去咬啊能不能去去打这个恶仗啊 所以像这个彭路阳呢应该说在昨天晚上对 香港队的比赛当中啊他在第五场 第五局8比10落后 8比10落后情况下他能够反超 呃把他们这个队带到今天的就赛啊他应该说还是 呃起了很大作用 没错 双方打到了第三局的5比5 双方打到了第三局的5比5 哎呀这个球是郭颜自己的腿软了 嗯 其实在很多大的比赛当中有一些这种情况 并不是他紧紧张的完全腿软了 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是兴奋过渡也会腿软 但是这个球你看他拉完之后 对没人没人碰他一下自己就倒了 脚腕有点啊 不过我们希望 因为有一年比赛 79年在朝鲜 35届 郭耀华对日本的 那个 人民选手啊 对关亚军 小野 然后以后就是打到 1比1的时候 就脚啊 脚脚拉了 拉伤了 拉伤了 那现在你看 郭延现在刚才经过那个球之后呢 是去治疗 是需要治疗了 可能真的有一些 拉伤 这个时候因为 人在这种紧张 这种高度集中的时候 他的这种受伤啊 是是是自己没有办法防范的 有的时候 因为他是使了全部的力量 对对对 自己没有完全 半点的保留 所以这样呢 就很容易 因为说问题不大 现在看来 他现在可能脚 脚往这里 可能带了一个 呃 好 现在郭延 重新投入到比赛当中 5比6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 第十届全国运动会 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决赛是由北京队对山东队这是第一场的比赛 由北京队的郭延对阵山东队的李小霞 李小霞是山东的第一主力 现在是第三局的比赛 6比6 你发现没有 女孩子现在就在这个技术上呢 我感觉还是要有待要去加强的 对方他发一个特线球 摆短以后这个球挑球这个熟练这个程度 还是还是要去练 要是这个技术过关的话 你打欧洲队包括现在外国队应该说我们这里面要占点优势 对 挑一把 这个挑球 很多我们中国队的女运动员在阵头短球中间短球上 其实都不过关 你在当阵队的时候 你比他们强的 包括双大打的好 就是这个小球控制上 应该说前三板上还是你 还是比较突出的 在女线当中啊 他们呢 现在呢 强调实力就是来回太多 我还是想在这方面上 应该说去多加强一点 上次反手 果言策身 非常的坚决 相知以后 郭言是提前预判到了对方会给他的中间位 所以 郭言呢 积极的侧身 其实运动员打到现在这个份上了 都是 就是 就像 习记一样都 自动化了 已经 不能够说 通过 大脑的想象 通过想象之后 我说我这个球该打直线 或者我该打斜线 我该测身 其实都已经是下意识的东西 这个时候 平时训练很关键 训练你要保持一种啊 能够去注意调节 他在比赛当中呢 他有意识的会去 呃 会去打这种球啊 啊 郭言 率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十比七 啊 啊 这样郭言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 以十一比七又胜了第三局 现在看来郭言主要是在气数上 其实技术上一半一半 对 呃 从两个人的技术上来说 应该说 大家 在队内也有输有赢啊 从今天郭言来说 我看还是 在场上精神面貌 啊 反而李小霞反而显得 呃 可能打主力啊 他可能 呃 这个 球你应该还是去放开打 我想李小霞 他 有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他承担这样的全英会的 主力的任务 嗯 机会非常的少 也就是说他他以前没打过这样重要的赛事 呃 因为全英会的这种比赛 给运动员的压力 不不低于世界锦标赛 对 对 各个省市他看的非常的重 嗯 呃 这也是 中国的奥林匹克 嗯 所以说是四年一个周期 各个省市对这样的比赛呢 实运会是 呃 绞尽脑汁 是能够夺取这个冠军 所以你像今天上午的男子团体像马林 嗯 和 广东队和这个解放军队 马林是 输了两分 其实马林也是比较紧的 对 也比较紧 嗯 在这个处理球上 到这个时候 该拨杀的应该还是要去拨杀 呃 才能从比赛当中去慢慢调节自己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局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局 那郭妍想用一个测拉技术 其实郭妍在这次比赛当中呢 是频频运用这个技术 对 而且非常成功 这次比赛的团体赛制是男女各十八支球队分成四个小组 其中呢两个小组是五个队还有两个组是四个队 取小组的前两名进入第二阶段的前八名的一至八名的决赛 但是小组的第一名呢将抽签呢会碰到其他三个队的第二名 小组第二名必然将碰到其他三个小组的第一名 这样呢小组的这个成绩啊就就尤为重要 其实路的我发现啊现在的很多场比赛尤其是女子 呃就这种一味的打法这种右手和横板两面反交 他们的相持太多了 就是看不出那种乒乓球的那种很强的那种观赏性 或者是说乒乓球的那种魅力那种像原来郭月华呀呃或者是一些老的老前辈的那种打法 纸板啊平民用侧身跑步法 像这种球啊就是感觉比较少 呃就是说现在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说怎么样提高这个就主动意识 还是要啊你这个优势啊才能扩大啊现在反守卫呢就目前来说中国队啊我们自己的选手反守卫都是采取十个球里面现在分析啊有七个球六到七个球都是在反守卫的啊 那么这条线呢大家也平时都在练啊这我反思为想想要是我们十个球你把它五个球打到正守卫或者是六个球六到七个球倒过来的话可能我们这条线路啊可能就会现在女孩子呢呃女队呃现在普遍产生个这个问题呢还是我们进一步要去探讨的他感觉站在这里啊他心定他动了以后呢对方的 正手呢有拨杀机会正手的动作啊这个幅度啊他可以他去拨杀 他感觉在反守卫呢他还是相信反守卫比较能正地战啊正地战啊 啊一旦打不通的话啊你这个优势不明显的话他再去变正手就是这条线呢还是要在下一步啊我们要去强化没错 现在8比2李小霞领先 反守拉直线 刚才路上讲的就是和以前的乒乓球比赛一个不同点就在于以前的比赛是先积极的用正手去抢实在不行了再回过头来用反手 哦好球好球就像这个球啊李小霞这个球他变正手了他在正手等着啊他这个呃包括南先生有一次呃几年之前也练过他怎么样从重守卫突破 对大家都在练反对话你从重守卫突破的话是不是这个战术啊你平时就要去练 在场上的话叫你变你变过给对方不上你一个以后你不敢用了就是始终在这条线就是很单即战术就出不来这变化就没有了 而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李小霞又以11比3翻回了一局现在双方运动员打得非常的紧张因为比比分的局数呢是2比2平这场比赛究竟谁能胜出还是很难以预测 对呃从这个呃来回啊应该说女孩子我刚才讲的女队员呃呃跟排球也一样他来回多啊不像男孩子他男排等于说他三下就等于叫你死他那来回七八下啊球呢还是来回多但是呢从乒乓球的发达你就是要有致命的杀手啊这个怎么样去呃进攻啊没事 麻烦了我 license我啊这种尘量的方法 啊这种 嗯哼 Gee be set Gee should be set 现在裁判是不断的催促这个运动员尽快上场 这时候运动员主要是想通过一个简短的时间 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心态情绪控制到这个最佳的状态 来投入第五局决胜局的比赛 这场女子团体的决赛呢其实开场非常的重要 谁能够把开场先拿下来 谁在心理上在整个比赛的这种情绪上都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谁先拿上一分为这个整个队啊就是这个气啊能够鼓舞起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局的决胜局的比赛 好球漂亮好球还有哎呀 这个球在本次拳运会上也算是经典球的其中一个 这个球打了十几个将近二十个来回十几个 这个球波波炎呢有些过急 这个球波波炎呢有些过急 波波波炎这个球啊他反首位看相似不下 他有点想变到正球去 这个时候变是不是有效 他现在这个球失误了 现在谁着急谁就提前十五 杨林你发现没有两个人都在反首位啊都在反首位 这个球啊就看反首位谁的实力更强点了 这个球啊就看反首位谁的实力更强点了 就在反首位你也要弱点节奏啊 拉直线 林小霞很注意落点和节奏 打球 抢中 山东队在超级联赛的比赛当中呢 成绩也非常的好 而且也是李小霞担当这个山东鲁农队的第一主力 好像前半段现在好像还是三中队好像是超级联赛好像排名第一吧 对还在前两位 啊 2.4 现在看来这个球阳影这个反守卫还是李小霞站点上风 过于怎么样要侧身跟变阵手 就是说用这个战术去去去配合一下啊 去弥补 哎 否则的话反守卫不站上风 这你在场上就是要变了 他变到正手你看李小霞在正手等着他 所以这个球就是要你的实际要运营的好 对 所以往往运动员呢 平时练的你到比赛的时候你不用啊 或者用一两个对方一搏他又在反守卫那就坏了 没错 现在郭延呢是叫了暂停 就像比赛刚开始陆日导所说的在比赛的时候呢一定要能够找到对方的缺点 而且郭延和这个李小霞其实陆日导前面说了就是从技术的实力的厚实度来讲就是李小霞的球要比他实在 他比他实力厚一点比他厚摩擦系实话包括球的质量啊 球的质量啊 球的质量啊 你看这个球哦 两你看 这次还回来啊 谢谢比赛 2比5 好 我们继续来看第五局决胜局的比赛 过研发球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女子团体的决赛 我们是在无锡的体育中心体育馆向您转播这场乒乓球女团决赛的 李小霞现在在相持的阶段呢 打的比较有章法 尤其是节奏该改变的时候变 尤其是在转为主动的时候呢 李小霞也实际抓的相当准 变正手非常好 变正手非常好 看对方 一看顾炎想测身了 进攻 他变正手 这个时机掌握得很好 4比7 北京队的郭炎呢 现在还落后3分 8比4 8比4 好球 郭炎现在做 只有不 只有敢于 敢于去 用进攻 打乱对方 没错 今天 无锡体育中心体育馆 来了非常多的观众 整个场馆可以 容得下8000人 而今天的观众也站了3分这儿 我们听到看台上有很多的观众在为郭炎加油 像这次的观众呢 更多的是为我们一些老的运动员加油 像丁松 像马文格 他们都已经37 8岁了 在比赛当中呢 确实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了 很大的享受 尤其是丁松都知道您最了解 您带了他很多年 这次比赛当中呢 在小组赛 王立琴是输了2分 输给这个浙江队嘛 输给金恩华和陈健 而这时候丁松呢 是表现深用 他能够为上海队 在小组赛能够 前面几场球 在王立琴 四手情况下 他能够起作用 其实这些老运动员呢 他们的精神非常难得可贵 包括李菊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就像我们上午和李笋教练所说的 他李菊在最强的时候 状态最好的时候 也没赢过张一几 但是昨天那么困难 他还是在那顶下来了 这一点是精神非常可贵 而且更多呢 我们这些老队员 像马文格 包括许琴 江西的许琴 还有这个丁松 包括李菊 他们这些人回来的 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辅助年轻运动员 对 能够起到一个核心的作用 可能在技术上慢慢已经 开始走下坡路 但是在精神上 在经验上 他们还是起到一个 一个团队的 顶梁柱的这样一个作用 也还是在为中国这个乒乓球 出动 推动我们的乒乓球 没错 没错 我们继续来看第五局最关键的比赛 现在李小霞暂时领先两分 过年发球 6比8 小冲 小冲 好球 哇 李小霞的反手 打的 确确实实是他的这种实力 他的反手 还有一个弹球 对 还有一个弹球 这个跟李菊有些像 对 这个球还是一个比较凶的 小时 这个球李小霞示意球呢 有一些往下掉 很多的选手在拉弧圈的时候 这个拉的比较薄 所以球呢容易往下掉 但是在业余的这个 业余体效的一些选手 他看不到这种 对 这属于高层次高水平的 很细腻的一些技术 9比7 李小霞发球 挑起来 正手 其实双方这个球打的 这个球很关键 你看李小霞出手啊 进攻这个意思啊 衔接 不是光一板进攻就能分他第二下 这个球打的 这个很果断的 李小霞拿到了 正常比赛的赛点 10比7 这样呢 李小霞经过了一番苦战 以3比2 为山东队先拿下一分 逢路阳呢 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不是很熟悉 她是非常年轻的选手 是代表山东五门在超级联赛当中已经打了好几年了 而且在国家队当中也是比较重点的培养 她的打法跟张一宁类似 不知道这次好像张一宁的状态 我觉得她一直没有到那种特别投入的那种感觉 从张一宁呢她超级联赛一战时间她也没参加 她是手受伤以后她是等于说三个多月没有比赛 从这次表现来看她在公开赛 几战公开赛当中她应该说她有她在调她的心态 应该说从日本公开赛包括深圳应该说还是可以 能够对自己的自信好一点 但这次来了以后她整体发挥这个人的感觉不是很理想 应该说还没到她的最佳状态 对 有可能从她心态上还是要去好好调调 是的 她可能对自己的期望是更高了 打出来的球啊 有时候有点着急 有时候有点投入 这注意力激动力不够 这天晚上跟李继的就是9比3 你先 10比6 4比6 她的注意力啊还是跟她的这个练习还是有关系 5比4 张一宁发球 张一宁发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球 我们可以完全看出来彭路阳的实力 在打的过程当中没有体现出他比张一宁弱 彭路阳在队内包括在超级人权当中 去年他就曾经战胜过张一宁 他们两个技术打发都比较相似 这个球啊 张一宁在山东鲁门队 彭路阳在山东鲁门的时候 好像曾宽强教练也就是超红的教练经常指点他 他现在彭路阳呢 我在讲年纪轻的选手 怎么样在呃在这个技术上 刚一年是他们也比奥运冠军啊 怎么样从他们的鸡蛋术上啊 打发上呢还是年轻应该呢应该走的再更先进一点 所以说从彭路阳这个角度来说呢还是怎么样这个前三板跟正手的杀伤力还是应该出来 或者过了四年以后啊还是他们要接班的话还是这套打发的话呢 就是跟世界上的差距啊就是拉不大 好球 这样看来呢双方的球啊很对路子 对 所以说上来双方都感觉很舒服 尤其是相持 女选手就是这样 碰到自己特别喜欢打的这种对手 这种打法就打得特来劲 对这个相持回首很多 但是有时候碰到一些长焦啊怪板啊 或者自己不喜欢打的这种打法 马上就感觉到对困难啊就觉得人比较娇气 所以我们想办法从从这个打法上啊 就是还是要活着一些啊 呃深焦啊正焦啊这种打法在队里面的训练 否则的话呃出去过季比赛的话会吃亏 我们可以看到张亦宁这个在控制反控制上手上细微的感觉 呃使这个短球啊搓得非常的短 而且非常轻让对方呢借不上他的这个力量 十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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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比赛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以前一些老朋友老的选手 你像山东队的刘伟 乔一平现在是在山东队当领队 也有很多各省市的教练都敢来看比赛 这次比赛呢像全会大赛呢 也可以说是一次胜会 好这样张一宁在第一局的比赛是以11比8先胜一局 这次呢乒乓球在无锡举办呢 可以说无锡在各个方面给予这次实用会乒乓球的转播 包括搞这次比赛呢都是很大的支持 无锡的组委会是提前两个月就开始了办公 而且在保证运动员教练员这个安全的情况下呢 还加派了80多辆汽车 能够护送这个运动员能够回旅馆啊 包括到赛场 无锡除了乒乓球之外呢 还承担着这个棒球 蹦床男组女组五个项目的实用会的比赛 但是乒乓球呢 是无锡赛区的最抢眼的一个看点 应该说无锡人对乒乓球有一个很深的这种情节 乒乓情节 因为他们曾经培养了像蔡之导 蔡振华 还有代表中国香港队比赛的张玉 包括惠军教练 都是来自于无锡 从比赛的第一天开始 11号 可以说现场的观众非常的热情 给予我们的新老队员很大的这种鼓舞 山东彭路阳发球1比0 好我们来看第二局的比赛 首先由山东队的彭路阳发球 1比0 2比0 同路良的球呢 让人感觉比较平 缺少一些杀手板 就像从他在场上表现的性格上来看 有点像常晨晨 就是缺少一种 在场上的那种激情 那种狠劲 像邓亚平那种上场之后 好像眼神就能把对手击倒一样 双方运动员在相知反手的时候 在不停的变换落点节奏 包括轻度 北京队现在在第一场的比赛当中是 首先失利 郭延是2比3输给了李小霞 这是第二场的比赛 乒乓球呢 是起源于英国 乒乓球是1904年从这个日本呢 又来到了中国的上海 所以上海的乒乓球其实搞的是最好的 老一代的像李富人徐英生啊 包括曹燕华啊 一些老子顶尖的人物 都是来自于上海 包括路日岛 您 上海这乒乓球还是开展的比较普及 普及 而且 这个乒乓球呢 是从西方是01年 来到了日本 从04年又到了中国的上海 由上海这个四马路一家文具店的经理 从日本呢 购买了十套乒乓球的器材 这样呢 就是乒乓球进入到了中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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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比3 第二局比赛呢 彭路阳是占据了主动 应该说彭路阳在这次比赛当中是有很大的进步 包括像昨天对张瑞这场比赛 整个人的这种情绪到了一定的这种忘我的境界 这是北京队的队员朱虹 上届全英会他也是立了头功的 所以北京队啊在上届全英会包括这次全英会 都是第三单打这个扭转了乾坤 上届是朱虹 这届是丁宁 团体赛呢应该说还是打一个整个就是互相配合 还是有三人组成 这是打团体赛一个特点 不是说依靠一名选手就能取胜 现在现场的观众非常的热情 不断的喊着张一宁的名字 我相信张一宁呢是会在场上 能够更加的兴奋 更加的投入 7比7 好球 现在张一宁把比分已经反超上来 8比7领先 好球 这比上 25比较 童鲁阳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就 应该说前面还是有机会 这样嘉一宁在3米7落后 一度落后的情况下最终11比7就很轻松的胜了第二局 路主导您看彭鲁阳这局主要问题出在思想上还是在技术上 从这局来看彭鲁阳前面领先 张亦宁还是打得比较平淡一点 跟他对反手包括大家都差不多 从整个技术来看张亦宁后半段还是加强了一点主动进攻 包括他反手大家都在对反手的话 张亦宁这个旋转质量不强 但张亦宁的这个节奏包括他这个反手这个幅度 从后半段来看他还是加大了一点 最近看张亦宁打球他还是在反手位上他能够抽出手来加上这个正手这个快带 他不是说主动到拉大动作 他动作比较小 每下球他还是有弱点变化 你看他好像打球打来回 但他注意弱点变化 他整个呢从女线上来看他的反手位应该说他的还是功底比较厚 这是张亚 从这个运动员来说啊 这个彭路远就要从场上要观察到这个问题 你今天取胜要赢张亦宁你具备什么条件 一个是还是要比超出圆的这个范围才有可能 否则的话对方就不会你就这点东西的话 取胜的希望还是小 所以他今天彭路远刚才7比3领先 后面几个球还是打的方位啊 没有那么积极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的比赛 张亦宁这个小球这个小球要是吧 就有点男性化了就在小球有角度 是一个撇的动作 张亦宁特别讲究这个技巧啊 这个技巧这一块在女线上还要去加强 其实张亦宁分开来说他的哪一项技术都不是说很突出 特点很爱 对 张亦宁体现了一个比较全面 对 衔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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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从全运会来看 我们中国乒乓球 的确是 世界最强大的队伍 应该说乒乓球这块 这个项目 它的人才 这个梯队建设层出不穷 所以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年轻的面孔 这个团队 应该说在以前 能够有50年的长城不衰的 这个历史 它是有很深的文化底蕴 像 以前有很多的格言 我觉得都是不错 像人生能有几回搏 后来有胸怀祖国 放眼世界 这一系列的格言 在每一次的封闭训练当中 都是贴在这个标语上面 以以来激励运动员 还有一些格言 是这个 输球不输人 赢球更赢心 其实说的也非常到位 好 我们来看第三局的比赛 是这个 张一宁在第三局开局以4比1领先 其实今天呀山东队要想赢北京一定要有一些超多的地方 对你本身从实力角度上包括从运动员的成绩上来看 他们还远远不如北京队 彭路亚这段还是打得不好 他的球打得太粗了 想进攻但是他没有充分准备好 太随意了 现在彭路亚基本上是出于一个崩溃的阶段 所以运动员还是要强调这个比赛的机会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你第二局输了以后应该说还是应该能够啊应该是去充满了信心啊应该这个这个还是去找机会啊不是说着急啊 还有那种坚韧不拔 歇而不舍的精神 有时候我们啊包括原来运动员有时候在什么奇迹都会发现 体育运动啊体育的魅力就在这个不是说你赢人家很轻松 就是说你怎么落后能够赢啊你失败了以后还能够站起来啊他们说的 不知道我记得您有一次在世界比赛当中是以双打双打我跟黄亮好像是落后12比26后12比26后 对待人家一对世界冠军我跟黄亮对薛尔利的约尼尔跟克兰普尔 所以什么奇迹都会出现所以要抱着这个态度的话对待比赛 胜负是应该说啊是比赛你就去这个过程也是很重要的必然的结果 现在你看4比8要是你前面一段你再扣紧一点这个奇迹就会出现 可能7比7 6比6啊 现在北京队的教练周树森叫了暂停 像北京队的这种老教练他带这个队员颇有一套方法 对他看呃对运动员的性格啊 所以教练呢对运动员的性格他在场上呢发挥一举一动 他就在这个时候感觉张艺宁可能被放波了是不是你应该要这个静下来一下啊 才觉得这个机会采取暂停是最合适的 没错好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8比4张艺宁发球 变直线 8比5 1比5 所以若然变直线初界了 但是这个战术它是在暂停之后提前想好的 8比5 8比5 这是北京的小将丁宁 丁宁将在第三场的比赛 对山东队的江华军 变正手 彭伦阳现在也是处于最后的搏杀阶段 彭伦阳主要是第二局输了以后 他第三局还是前半战还是受点影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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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加油 这个球经过了多回合 张一宁连续攻防结合 10比6 好球 漂亮 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关键时刻都会偷袭对方的直线或者正手位 来打开这样紧张的局面 这样张一宁以3比0轻松的战胜了彭路阳 为北京队扳回了一分 现在山东和北京这场石运会女子乒乓球的决赛就打成了1比1平 这是山东队的江华军 目前呢他已经到了中国香港 代表中国香港呢开始参加一些国际比赛 这是北京的小将丁宁 丁宁呢现在也是我们陆志导 也比较看重的队员 而且我记得前一段的比赛 丁宁国际比赛打的比较多了 他是在深圳战 国际比赛他打的不多 这是深圳战的大宗比赛呢 他是第一次打公开赛 第一次 他是在比赛里面赢了奥运会的亚军 金向美 包括赢了韩国选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的比赛 由江华军首先发球 今天这场球啊 有可能丁宁啊 又再次为北京队立功 对很关键 第三号 第三号还是这份很关键 今天呢还是年纪比较小 他今天只有十四岁 所以呢还是 九一年 注意培养他 他还是有点特别 他发球啊 待会你们看 他有一个下登式 现在其他选手发的比较少 他还是 是有个发球 江华军呢是右手横卧球板 反手呢是升交快攻 他的特点就是反手的升交速度快弹快接 反手有一些像那个王涛 像这个升交运动员打得比较好的 有很多都是像今天江华军这种打法 就是以快播进台快弹为主 冰宁是左手横卧球板 冰宁的球呢 虽然都和王楠 郭月是一个打法 但是他们的风格 有所不同 有所不同 我们看到这个球就是江华军的特强技术 在对方发力的时候 他也进行防守反击 江华军在用打法升交的他目前在国内来说 全国应该说他是比较突突的一名选手 他也有很好的战绩 在对内比赛包括去年全国比赛当中 他赢了年轻轻的新秀 过于过于在团队里没法没输 淡淡的输给了江华军 包括王楠也有好几次也是 所以咱们对内比赛 他也是一个比较可怕的 他要是大会出来的话 他的球威胁很大 他球比较深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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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对 好的 好吗 对 现在江华军是10比5 领先5分 10比7 江华军打球好像起伏比较大 好像输赢都要看他 有可能他打得好的时候不给你任何机会 但是他发挥有的时候 无畏失误啊 这个丢的比较多 所以这就是什么打法 他的反手比较凶 但是稳定性不够 飞宁追成了9比10 来落后一分 毕竟还是老将 在关键时刻江华军的接发球直接抢攻 11比9先拿下了第一局 今天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也就是山东队在以前刘伟和乔云平退役之后呢 可以说成绩一直是处于中下在全国来说 最近一年多经过李小霞包括彭路阳还有江华军这批年轻选手的磨练 慢慢的这个山东队的成绩呢有所回升 而且这次全员会又打进了女团的决赛 北京队呢是上届的冠军 所以这届呢非常希望能够未免 而且现在比赛在局数上 大比分上打成了一比一平 第三场对双方的这个取得胜利是非常重要的 从这场比赛来看呢江华军的经验 包括处理球 还有江华军的一些国际大赛的经验 要比丁宁丰富 对 丁宁呢还要沉着老练 小赵应该说这个球处理得不错 对 第二局明显战术有改变 就是拉球放弹节奏 不跟他对快 这个就是通过这个大赛可以锻炼年轻选手 这张电视台 这张电视台观众朋友 可能您刚刚打开电视机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第十届全国运动会的乒乓球技术团体的决赛 是由北京队对山东队 这是第三场的比赛 前两场呢是山东队的李小霞 以你三比二战胜了郭延 张一宁呢又战胜了彭路阳 这样呢 呃 双方呢就打成了一比一平 这是第三场的比赛 是由江华军对阵北京的丁宁 第二局的比赛 丁宁是六比一领先五分 所以在第一局的比赛结束之后啊 这个周志导周处森啊 他肯定给丁宁啊 指点 指点了 所以你看这局比赛 一上来丁宁就放慢节奏 拉慢的高的 他也不发力了 全是慢的高的 所以我从这次比赛观察呢 我从丁宁这个角度 也是属于我们队里面的最年轻的啊 一批队员 他们呢通过这个比赛呢 想观察他们的就是说 在场上不怕输 输了一局以后 怎么样去慢慢调 观察对方 是什么弱点 比赛比赛嘛 就不知道老想自己 我输了 或者领先输 那么对于对手 在这 这么短的时间里 马上能够摆出去了 这是一个对他们的最大的提高 而且有的时候啊 还要能够跳出这个氛围 对 来考虑 所以说对强的对手 我应该怎么去打 对他们的对手 我怎么去打 这样第二局比赛 丁宁以11比1 很轻松的胜了第二局 双方打成了1比1 如果说江华军 要是摆脱不了这个问题 就是丁宁的放慢节奏 呃 丁宁的这种旋转的变化 而且退得非常远 所以江华军就非常困难了 江华军现在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他是思想上 感觉呢 这个丁宁这个选手 跟他不是一个级别 原来在队里面 不是一个级别的 比如说江华军起码 在这里面前8名的水平 丁宁在15名这个水平 那么现在产商第一局 他就产生问题 领先那么多以后 对对方追上来 给丁宁啊 产生的 产生的一些希望 自信 虽然丁宁第一局输了 但第二局呢 这个他就显得有点紧了 从江华军这个角度啊 他还是 这个怎么样去 靠他的经验啊 反而他打不上以后 反而感觉自己的自信度啊 没有像第一局那么自信啊 就对思想上产生变化 在大城的比赛当中呢 这个 鼓动抢进攻 到最后呢 必须依靠这个手段 来解决问题 如果一位的在防守 肯定是不行的 防不胜防嘛 防不胜防 像昨天江苏队的孙靖 在有和郭炎的比赛 还是靠防 防守 对对对 防守一个都不敢搏杀 对不敢搏杀 老是防守 最终呢 肯定是对自己不利 另外一个 你在场上 你的落点不能 暴露着 暴露着 人家牵着比赛 你要 声东击西 等于说我 落点的时候 我应该凶一点 吓唬对方也行 这样 避开一点 你的落点 给对方牵着 你这个手段也要用 昨天 孙靖我看这场球 就是显得 他没有去突破 有一些单调 二比三 对您发球失误 我们喜欢 乒乓球的观众朋友 都可以仔细观察 定您的发球 他是用 反手 反面 发的这个 下蹲球 牛建峰呢 牛建峰的下蹲 是正反面都会发 正周也发 反面也发 所以这个球呢 还是 发的呢 应该说 他还是 定您是一个特点 我看这次比赛的 国际比赛当中 他对这个 国外选手 他这个球 还是对方 还是不适应他 没错 我们中国运动员 在乒乓球技术上 有很多的发明 你像 原来李富荣的纸板 进台 左腿右股 张谢霖的纸板 销球 还有王志良的 这个 转不转 转于不转销球 太多了 你看 还有 李振士的 正手 快点技术 郭月华的推级技术 这都是 创新 现在看来 江华军对他这个 发球啊 没什么好的办法 丁丁还是 好球 好球 非常漂亮 这个球相当有质量了 丁丁能够扛过去 对江华军来说 我看他要下一局的话 他还是应该 现在有点 打得 球有点草率 他应该凭一点经验 凭一点节奏 这样去跟年轻全球打 他应该经验上 他这一点没有发挥出来 他应该就慢一点 在场上 如果江华军表现得比丁丁还要质嫩的话 那他这个球肯定输了 而且场上他的表现没有看出来他老运动的感觉 抢中 这个球 是属于一个薄杀球 江华军反冲 因为在比分上 也落后的比较多了 所以才敢这样比较大胆的出手 他应该说 应该说 丁宁在发球段上应该他还是主动的啊 就怎么样再能够配合点短的啊 他就出台了以后 江华军可能会拉他一下 就从这个球上 他就计划就要计好 计划就他还是要靠点选长 他不要跟江华军 江华军去跟着他的节奏去快 从江华军上反省的比较重一点 他要能够抗住 从这个场上这个节奏上 应该说反交啊 应该利用他的反交这个特点 那个选长上应该说去发挥出来 另外一个还是要牵制江华军的正守卫 对 他能够打上江华军的正守卫 他能够扛住他 北京队从实力上来看呢 还是最强的 应该说这几个选手 如果小将丁宁能够发挥得好 这场球呢应该说从预测的话 应该说还是山东就上风 有一比一的话就这场球 要是江华军赢的话 这个局势就是可能要打到第五场去了 正常的话 对 但是要是丁宁要是能够拿下的话呢 北京队就有可能 他们 三比一 这个希望就大 因为第四场是张一银 他应该在对方牵着他正守卫 他应该走一点稳的 多上台 他有时候才觉得这波差太多 所以从第三场的角度上来说呢 在第三场一般教练喜欢排一个比较稳的 能够稳拿一分的 但是江华军这种风格啊 他不是稳的风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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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强 小江还是应该 从产生的精神面貌来说 小江应该表现不错 越战越勇 进入实运会的男女团体的各八个队呢 男子是江苏 辽宁 四川上海 广东黑龙江 天津解放军 女子呢 前八名是北京 江苏 湖北辽宁 山东 中国香港 天津河北 在昨天晚上的比赛当中呢 经过了一番苦战 最终的江苏队 男团 还有上海男团 还有广东男团 还有解放军男团 都进入到了前四名 那今晚的决赛呢 是男子团体是由江苏队 对阵解放军队 请您届时收看 我们的这场转播 今天到这场比赛 好我们继续来收看这场比赛 丁宁拉起来 好球 丁宁正手连续 反手冲 侧身高调 非常漂亮 这球丁宁打到特的聪明 非常聪明 从第一局输完之后 一直坚持着这个有效的战胜 我看我看这两天小将 他这个球在军联馆里面 他是属于这种 军联馆里面 他打不出这种球来 反而在比赛当中 能够去打出来 这个也是很重要 今天男团的这场决赛呢 是我们中央电视台呢 将录播 在明天 明天的上午播出 在明天的8点50分 播出这场男团的决赛 请您准时收看 现在小将丁宁是6比4 领先2分 这场比赛对 石英慧女团的冠军 是冠军了 对有着千丝万缕的 这种关系 小将丁宁呢 到目前来说 已经表现得非常出色了 还长高了 谢谢 其实现在作为北京队的教练 看到丁宁这样的运动员 是最高兴的 还有一个长远的这样一个角度 还可以长期的用它 包括夏节全英会 好球 请您的反手 出界 您接发球直接抢拉 得分 8比7 双方现在都在伺机的用正手 抢先上手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是在无锡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向您转播第十届全国运动会 冰方球的女子团体的决赛是由北京队 对山东队 这是第三场的比赛 是不是 好 其实 不 hal 您今夜 都在多少 而已 一 莘 什么 妈 我 也 我 路长你看现在丁宁还是拼命的这种拉高调 拉慢的转的 但是江华军好像这段时间稳定了一些 好像出手 他没有那么硬 没那么老是硬性的发力 有一些柔和的东西 所以在比赛当中 他在手上这种软性柔性的东西一定要有 可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 江华军的心态可能也慢慢慢慢 刚才他3比6落后的 他现在赶 这个比赛就打到已经白日化 就看谁能够把握得更好 中阳电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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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比赛上打到这样的境界是非常痛苦 每次一分啊 感觉这个心里啊 就好像被别人打了一分 就是比较有希望赢的 热比领先 被对方赶上来 但是他这个心态还是要 摆好的话呢 立他会 你还是去拼老计 从江湖那里可能到技术环节上 要是好的好的话 把他的经验应该发好的话 两个人啊 这个技术啊 能够自己的优点出来 对 这些人就要第五局的开局了 在打21分的时候 我记得有大的比赛啊 你打崩溃拉开了 改为11分以后啊 这个开局更为重要 没有啦 江湖心理比赛 江湖晨运动劲率比赛 戴军员 我只欲他 戴着时间长 对 有经验 要键強 etti Itu 条件度 好 我们来看第三场的比赛 学胜局 江华军发球 丁宁现在有点承受不了的那种感觉 毕竟这些小将他没经历过这样的大事 他反正有机会 有机会的话 他现在还是要立足于去拼 拖 乒乓球运动员在年龄很小的 就要有这种承受力 这球呢都扣人心悬 比赛 为何很 好球 现在江华军知道丁宁啊 老盯住他的正手位 所以直接的一板就拉到正手位去 这也就是 真知道 完之前之 我非常好 二比二 得到 壶 江华军现在从精神状态上 还有点让人觉得底气不足 心事重重 好球 哎呀 这个球丁宁是正手拉完之后 本来这个球其实很下沉 因为江华军是生交 但是他还是早点 这个时候猴圈球 他还是猴圈地道 江华军的生交 一刀到他的反手 应该说是凶得出来的话 他是好球 他在时候他不敢去凶 失误力多 那么他正手呢 不刹球又太多 稳定性不够 显出他的球啊 稳定了一点 但是不敢弹 那你就威胁出不来 丁宁只要在后面 我只要能够上台 这就是速度和旋转的 旋转 所以说 周围江华军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反手弹的球 你才能赢球 除非对方水平很低 运气也来了 现在到了已经江华军了 看上去已经没什么 他应该要马上应该 从老队员的经验上变化上 他应该去发挥出来 选择他在场上 这个表现就选择 全部都去了 比较空白 内容太少 变化太少 应该办法 行不通可以在 反而选择 一直在找机会 分手不行 去反手 反手不行 拉正手 刚才将 进入江华军的正手 现在丁宁去定上反手 这就是场上的变化 现在比赛呢 已经打到了9比2 北京队的小将丁宁呢 是领先7分 这场比赛已经到了丁宁的赛点 排队的小将 当然先 帮队的小将 杀 打到5比赛 还有 警觉队的小将 这一会儿团啊 加瓦军呢 这会儿团啊 江华军也团晚了 还团晚了 监管 团晚了 我话就有 attacks 就看你用什麽打去贏人家 證明他有這個技術 你看這個球 他就到四向場上波動 不堅定的話 所以運動員在場上這個表現 咱們教練 有時候就是要跟他們去講 怎麼樣去擺脫這個困難 這樣均贏呢 11比4 這個第五局 這樣北京會 北京隊在前面的三場比賽當中呢 就2比1暫時領先 第四場由北京隊的一號主力張一寧 對陣山東隊的一號主力李小霞 請您在直播的過程當中發送短信TD移動用戶到8006 連通用戶到9868 小鈴通用戶到9999 參與直播短信互動 每次直播將產生五名幸運觀眾獲得千名的乒乓裝備 現在比賽已經開始了 我們來關注比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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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是在无锡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向您转播 第十届全国运动会 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决赛 是由张一宁 现在对阵山东队的 李小霞 前面的争夺当中呢 北京队以2比1暂时领先 第三场小将丁宁呢 是在非常关键的时刻 拿下了第三场这一分 我们看到了蔡之导 也来到了比赛现场 您看这场比赛张一宁和李小霞 他们在平时队内 或者在一些国际比赛当中 谁的胜率更多呢 李小霞跟张一宁应该说他们两个队员又是在一个小组 打发又比较相似 对 这几年包括去年准备奥运会的时候 几场公开赛呢 还是张一宁赢的概率高一点 包括队内比赛呢 也这场球呢 我想呢应该说打得很精彩 他们来回比较熟悉 但是李小霞今天呢 应该说有所突破的话呢 他这次比赛整体上的队员 他回家是不错的 他怎么样利用这个好的形式啊 能够改变一下自己原来打张一宁的这个战术 要有所突破 应该赢的概率就高一点 对张一宁来说呢 也不能说平时能赢李小霞 这个体育运动嘛 应该说体育的魅力也就在很多不缺的领数 你应该要准备困难 准备跟李小霞 能够想出几道战术来 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 准备的充分一点的可能呢 张一宁应该说他的优势大一点 所以从现在整个场面来看呢 还是张一宁刚开始开局领先 整个一个精神面貌 他的正手使用力 正手的下手 快弹 要比李小霞果断 没错 从开局呢张一宁就采取了 积极主动的方式 让这整个人啊在场上 非常的活跃 因为乒乓球的比赛很难以预测 对 因为主要要看 在场上这些运动员的情绪 也就是说 不是看比分落后领先 主要是看这个整个状态 他的思想啊 有什么准备 准备上来怎么打 从目前来看 张一宁应该说他还是比较主动 李小霞发球 上去中间 李小霞的反手呢 和这个刚才丁宁啊 包括其他选手都不太一样 他反手呢 一个是快拉 快蹭 在乒乓球里是 就是说反手带有弧圈 旋转 而 其中呢 他还在快拉的同时呢 有一些弹击球 撞击球 这是非常难得的 而且 这也比较高一点 对 更高一点 他举手高 他能蹭出来 现在9比3 张一宁回短 好球 山东队的领队 乔云平 调打 非常成功 10比4 5比10 李小霞发球 拉起来 快4 快拉 你发现没有 发现你这个反手位啊 就比他们高一点 什么的力啊 他不是鼓动分力 他是借你的力 借你的力 他这个球啊 弱点他注意 他这个时候 就看定着你的人 他借的这个力 这就是一点 微小的变化 他就在反手位上 他还是看出来 比人家稍微高一点 没错 其实这点 高的还不少 因为 我们看了很多的比赛 就是他和牛建峰 包括他和郭炎 包括张艺景 以前和李菊 和很多的这种 和他打法近似的人比赛 他总是比别人多一下 他的反手确实 有实力 很厚实 而且他能够 在这种被动的情况下 连续坚持 八板 九板 甚至十板 所以他有这种能力 他的实力呢 也是 也是更足一点 今天呢 在吃中午饭的时候 和 前我们中国女队的 主教练张谢霖 也谈到今天这场比赛 张日导就说呢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 主要看张艺宁 张艺宁 这段时间状态不是很好 第二局比赛 李小夏发球 凭凭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局的比赛 谢谢 这个球你不要看是个 差王 其实它是一个灵感 你看张艺宁 他就这种球 他就跟其他应对人的区别 你看他 马上就能上去 今天上午曾经出现过一个 就是他的板 板脱手了他这个球去救的时候 对 所以这个自然反应 它是比较快 在上午和李隼教练也在 说这个问题就是板脱手之后 这个球是算不算 算赢还是算输 它是最新的规定可能是只要球板脱手 不管碰没碰到 网子都算你输 但是后来那分是判给了张一宁 也可能张一宁是 没有完全脱手 你看到张一宁这个短球处理上 就比李隼教育处理的合理一点 这也是很关键 张一宁的短球不是他有太强的挑打能力 而是他在手上的控制 感觉 很细微的这种东西 要比其他横板选手感觉更好 好球 今天张一宁的状态应该说比 上午 要好一点 要好一点 估计到了单项比赛的时候 可能他的各方面的状态会 更加的完善 明显张一宁的正手加强了这个出手果断 进攻 这下就很关键 也就是张一宁现在动作都很小 站在台前 这个护住对方 使呢 他动作很简练 他这个球就借力 对非常简练 四边 回白短 反手发力 这板球就是李小霞在短期上 明显比张一宁击粗的 对 所以说球 咱们说外行看热脑 咱们是 就是专业运动员的 现在乒乓球有事 每天在练 就是练一个半出台的球 当时 我当丁宋教练的时候这样 他一个人练二小球 自己一个人练 就为了在这一个球 不要出台 一出台他等于是你球 对 有时候就控制这个球 有时候这个 这个第一跳跳到哪里 他才能到 让不出台 平时看看很大平板球 中文应该是一个 很高的一个技术 他要求的是 到了大赛的时候 他确 就是说短就确要短 这次丁宋是 呃 给台队还是立功 他中球 打的时候 还是 身体的比较少一点 他早就 自己 还能让 啊 出点力 而观众也很喜欢他 因为他的这个消息 就是 而我们俊兰 这场女团呢 决赛 但是以短球来 短球他一般性的轻巧 他就等你 这个区别 发力 还是侧中 他已经 他说没有肉动 他已经有一场就在奥运 跟包罗斯打 都感觉 他必要 那时候打翻的时候 他没回来 他感觉好 刚才这个球就是 能力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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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秒5 现在张仪宁已经拿到了第二局的赛点 这样张仪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以11比5 又胜了一局 您看张仪宁在今天这场比赛 应该说打出了基本上奥运会的那种状态 对他现在就是说对李小霞的了解程度 他是整个本队的选手他们两个也比较熟悉 所以李小霞呢还是没有改变 还是原来这个套路就跟张仪宁他就比较困难了 张仪宁抓住他第一局上来比反手 完了以后呢第二呢短球控制他 能够在短球上第一局他知道跟李小霞比反手 如果完了以后李小霞变他正手的话 他或者主动进攻呢比他已经有了这个准备 张仪宁准备正手果断一点 像原来他知道李小霞可能变他正手 主动的去运用 所以说原来他还是在对方打球 竞争状态他这个决赛这个场面 对张仪宁来说呢也感觉到这场球自贯出 现在这个形势呢对张仪宁比较有利 但是作为李小霞来说怎么样去咬 还是不要放弃 在准分0比2落后情况下 应该说这场比赛对他来说也是一个 赚力价值也比较大 我们看运动员还是要看他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应该怎么去咬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的比赛 首先由北京队的张仪宁发球 中方相知反手其实实力旗鼓相当应该说 但是张仪宁在控制球上面 在实际的把握上 包括在短球上面 更占一些优势 漂亮 今天这个体育馆内啊 来了很多的学生 都在喊着张仪宁的名字 为张仪宁加油助威 crises 住着 住来 住来 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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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靓激 2比3 张亦宁发球 反手短的 这手拉起来 连续进攻 张亦宁在中间这块的位置 好像他把握得特别好 他倒的 他不是小动手 他是晃 他能拉开 这个球呢 还是线路上 他拉得比较好 张亦宁 张亦宁 他只有4比4 说长 很转 张一宁不太怕他的旋转 又不太怕他胸 他胸张一宁能防 他拉旋转的张一宁能在镜台贴 这样的就是等于说把李小霞最大的一个优点 这个反手的这种高质量给破了 好球 这个球张一宁的攻防转换积极到位 张一宁现在整个队场上等于说 还是比较清楚 就胸我看 能够能够看着对方打 他也知道对方要不杀他 没错 状态好的时候都可以看着对方 然后自己再出手 好球 这球张一宁在防守之后是转为进攻 他的意识是对的 对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我们现在是在无锡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向您转播 第十届全国运动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决赛 是由北京队对山东队 这是第四场的比赛 也就是双方的第一主力 由张一宁对李小霞 前两局呢张一宁是以2比0领先 这是第三局的比赛 比分打成了6比6 张一宁拉直线擦网了 这又是一个好的契机 7比6 张一宁拉起来 连续两个擦网球 张一宁今天运气也不错 在关键比赛当中的关键球呢 出现一两个擦网 如果这样自己能够有这种胸怀接受它 并且不考虑到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会表现得更加好 张一宁这边选手呢 你看他场上还是比较沉着 外界评论他就是两面杀手 没错 还是不太笑 你看他比较沉着冷静 没错 现在6比9 李小强发球 发长球 这样北京队呢也拿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 而张一宁呢也拿到了这一场比赛的赛点 10比6 张一宁发球 这手短的张一宁回白短 张一宁拉起来 这样北京队就获得了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女子团体的冠军 北京队没有这张准备啊 还是得到了这个结果 没错 北京队非常兴奋 我们看到张一宁包括小将丁宁还有郭延他们都非常的高兴 应该说他们还是具有实力能够能够一个具备了一定实力也是在集团比赛当中也是经过了啊 艰苦的拼搏啊 能够取得这个冠军 我们也祝贺北京队未免了全英会的冠军 今天的女子团体的转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是由陆元胜和杨颖为您解说的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呢我们把这个时间交回给中央电视台时运会的南京总演博士 再见